大家好,这里是图像周人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葡萄皮对于养花的妙容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夏天是吃葡萄的季节,但是一般都会买多,不容易保存,隔个一到两天一开袋子发现全都烂了 快乐的葡萄很讨厌,不及时处理就会招来小飞宠,那么家里烂掉的那些水果该怎么办呢,不如拿来给家里的花吃点吧 今天就要教大家用坏掉的葡萄是指水果为了 我们把烂掉的葡萄和吃掉的葡萄皮收集起来,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皮,将不烂的葡萄和葡萄皮全部装到这个瓶子里 我们根据瓶子的大小,装入一点点就可以了,因为我们这个瓶子不是特别的大 想要葡萄发酵的更快一点,我们可以往塑料瓶里面摘一点红糖 我们还要往里面放一个秘密武器,让我们熬出来的葡萄没有异味 那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啊,或者是柚子皮 这个是我平时吃完的橘子皮晒干保存起来的 我们把它减碎放进去 然后往里面加布水 加水的话不可以加太满,因为它发酵之后会产生气体 做好的葡萄肥的肥料,我们密封起来,放在太阳下发酵 夏天大概三到五天打开瓶子透透气,千万要记得透气,不然产生的气体会导致平体炸裂 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彻底发酵好了 将发酵好的葡萄农叶兑水一笔两百,然后直接给家里的花使用就行了 欧好的葡萄水中含有充足的氮磷钾元素 给花用了,能让家里的花生生长得更旺 好了,今天关于四字葡萄皮的肥料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 你学会了吗?学会了就赶紧转发起来吧